大家好,我是酷奇 今天来介绍的是在下周一开始的学员技抽 由于角色偏多 这次只会针对新增的角色 以及个人觉得不错的旧角色做介绍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不论是在交换或是抽弹上 有更多的考量点 请注意 角色的评论包含个人的使用品号 请多方参考 首先是这次的九星大奖 慕诗龙 决心保留了诗龙特有的多SB特性 也新增了三个7COMBO强化 配合超觉醒 可以选择SP特化或是贯穿特化 角色的样貌相当多样 技能是三回合操作时间与回复力两倍 版面洗版 十回合提供面对高难度关卡的手指击减 与回复力击减的覆盖技能 洗版也可以同时将锁珠 杂珠等负面状况覆盖过去 技能非常强 队长技是木属性的HP1.5倍 光属性的攻击力及回复力4倍 7COMBO以上有减轻 攻击力5倍 血量及回复力一层木光的两种属性 但仅仅是光属性便有4倍回复 意味着在编程上 不用太过拘泥于纯荒木的两色 在回复补足的情况下 可以将不同属性的角色编入 有血量的加成 减轻 加上20倍的高火力 攻击type的特性 也可以跟鱼魔女有不错的搭配 施龙在九星角色这个位置上 可以说是相当称值 装备是少见的SPE以及耐性装备 在变身角色居多的现在 SPE在队伍的补足上相当重要 三种耐性的组合 也能够填补耐性缺乏的部分 与震探装备有相似之处 技能跟本体一样 复合式的技能强力 2技存到不会碍事 是所有角色就能够搭载的强力武装 稳龙与迷龙 无论是在觉醒还是技能 都保有两只角色的特性 觉醒看似混乱 却与超觉醒有着不错的搭配 配合超觉醒 可以拥有4SB 或是两个强力的攻击项觉醒 额外的云耐性以及L字 可以让装备的空间省下来 让变成更加轻松简单 技能是一回合回复力和龙开服的攻击力1.5倍 版面转不含暗的五色阵 要关注的是CD数 只需要7回合 就能够解除回复力积减 与攻击力积减等负面效果 唯一可惜的是 阵型不是6色 或是不含回复的5色 在追打上或是混搭上 需要多加留意 队长技是回复5颗连在一起有减轻 两combo加成 5色以上同时攻击 有攻击力18倍 减轻与combo加成的条件虽然简单 但回复5颗不见得在一般的版面下会有 18倍的火力虽然高 但5色需要注意的地方稍微偏多 队长使用比较不易 弓箭步的阿波罗 含超觉醒能够成为三贯穿 一个激光波强化的优秀打手 技能是属性吸收无效一回合 版面转成水、木、光的三色阵 单就属性吸收使用而言 CD数稍微长 但三色阵的偏颇比较小 使用上还算容易 队长技是光属性的攻击力4倍 木属性的HP2倍 光木的同时有攻击力4倍 误伤50万 虽然编程限制两色 但辅助角可以摆放不含光的木属性角色 编程的范围相当广 两色就有最大倍率 外加50万的固定伤害 角色混搭的可能性也多 对档技也相当优秀 云龙幻视 对龙和平安Type角色的特攻打手 有着泛用性高的3SB 与3个7G目强化组合 技能是两回合延迟 10回合 宝珠会以锁珠的形式掉落下来 面对转转 可能会有一些显著的效果 但老实说 这类型的技能到目前为止 实用性都非常的低 对档技是近期常见的8秒限制 龙Type的全能力2倍 木6颗连在一起有8倍 外加2combo加成 队长技优秀 但有着追打问题 现环境并没有一只木痕牌 又是龙Type的追打队长存在 因此队长使用起来较不易 转身进化后的雅典娜有两个版本 首先是第一种 眼镜版学籍委员长 角色的特色在于自带4SB 攻击项的觉醒只有二体攻击 和木痕牌偏弱 技能是目光的强化 外加觉醒无效4回合解除 技能的实用性低 但4回合 很适合拿来继承更强力的2技使用 队长技是木属性的HP2倍 攻击力6倍 使用技能时 攻击力及回复力3倍 反机型18倍的背血背回强队长 若包包有蛮龙或是双Lex 角色作为队长相当强力 但要注意的是 反机类型的队长 在编程上会困难一些 另一个版本是没有戴眼镜的风技委员长 觉醒成为相当强力的4个二体打手 外加两个7科目强化 自带防榜 2300的中等攻击力 可以成为极为优秀的输出手 但要注意的依旧是角色的技能偏弱 高难度关卡的敌人多使用5回合以上的觉醒无效 需要更有效的2技继承 使用上才比较流畅 新角色的最后是点点版本的木优格 含超觉醒 可以有3SB 3贯穿 杀手也是泛用性高的神杀与恶魔杀的组合 贯穿火力不可小看 技能是1回合2combo加成 全版面转火 木2色 16回合的CD数偏长 延迟耐性要做好 队长记忆跟其他版本的点点一样 限制点点角色的编程 提供HP2倍 以及18倍的火力 附上的队长算是好用的范畴 但编程上困难度高 需要负数的石女神 或是优格本身 较不实际 木属性有不少强力的平坎贯穿角色 但纯贯穿的角色并不多 若缺乏这类型的 可以考虑入手 接着介绍三只 个人认为相当优秀的旧角色 首先是七星的赫斯提亚 木属性的三维部强化角色 技能是属性吸收无效化一回合 反面转火 木 光 回复的四色阵 含回复的阵型相当好 可单纯作为习版使用 属性吸收目前角色越来越多 比较不比以前使用 再来是skin角天罩 觉醒的部分较没有可取的地方 但技能相当优秀 木 光 回复的三色阵好使用 外加解绑 以及觉醒无效解除 不过要注意的是 技能的回合数稍微偏重 跟现在许多新角色 能够快速解绑相比 使用上变得比较不容易 队源大蛇 4XP加上优秀的四回合延迟技能 跟现在的变身角色合适度相当的高 自身有三种type 配入许多的队伍 队长技也是目前还算用得上的 更新队长技 火力有着18倍 在特殊关卡上 偶尔会有不错的效果 好的 以上就是我个人对于 这次学员角色的简单评价 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你呢? 喜欢我的影片 希望能够顶个赞 还没有订阅的观众 也欢迎追踪 那今天的影片 在这边改个段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再见 再见